台湾已經進來 休閒 1、2、3 我要從湯開始 因為你夾的時候才不會動掉 這只是一個終點 你們看 還沒有開始融化啊 來哪裡融化呢 當然是骨蜂的嘴巴裡面 真的是一大力人 好吃的必須一定要薄薄的 對 老婆不好意思 我現在沒有薄薄跟你聊天 看起來很健康 很有意思 底下有飯啊 沒有飯啊 要在底下 還有一層 沒有飯啊 你看 八萬多人都騙我沒有飯 騙什麼 跟台北市一樣很擠啊 你們看很擠全部都是 老二 多少錢 四十塊 四十塊還可以耶 很多醫生說 雙腹對人生非常非常好 吃這個 老闆 你們的肉好紮實耶 非常紮實 還有什麼樣的 你知道的滷味 一定進去肉裡面啦 看好吃 看一下 好吃 這就是台灣的 非常特別的鮮餅 一 二 三 跟國外的 有一樣 一 一次就泡 對 對 泡 好 放下來 動一下 我壓著 肉頭把它拿起來 來這邊 我的天啊 各位觀眾朋友們注意看喔 因為這看起來真的很特別 撫慰億萬人度的小吃 就在台灣西部 票房億萬的電影場景 更是搭配美食的無敵誘惑 無論是搭高鐵還是台鐵 只要買張票坐上車 規劃好路線 保證你跟阿朵一樣玩到瘋 今天我們從台南開始出發 一路往北 延選出冬季必玩 好所在 朋友們 在台南這裡有一種小吃 就是台南人的驕傲 因為除了台南之外 其他的地方吃不到 有些台南人把它當成早餐吃 有些台南人二十四個小時吃它 早上 下午 晚上都吃它 老闆 老闆 你好 你是老闆 你是老闆 我不是老闆 我是煮雞鱗 煮雞鱗 煮雞鱗 老闆 要跟你說 老闆 你吃這麼多嗎 全部都是你吃的嗎 你全部都是你吃的 我一個人不可能 老闆娘 你好 你好 剛才小朋友太可愛了 但是我發現 連小朋友很喜歡吃 你們的牛肉湯 是 那你們的牛肉 跟一般的牛肉有沒有不一樣 好 我們都是台南建設的 然後每天就是很一天 都從台北來 然後因為我們店是二十四小時 真的是二十四個小時 老吳 你覺得誇張 在台南人的眼中 可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情 早餐不再只是單純的蛋餅油條 而是用這奢華的餐點 來開始一天的生活 還有 這家店當初只有開早上 因為實在是太多人想吃 老闆娘才決定開城二十四小時 哎呦 台南人實在是太有口福了 有沒有冷凍 都是新鮮的 不是 在國外我們吃的牛肉 大部分只是冷凍的 它是牛肉的哪裡 都是比較有牛肉花的部分 都是比較甜美的 對 雖然這家牛肉湯店是二十四小時的 可是對牛肉的品質 可是一刻都不鬆懈 堅持當天直接從產地送達 早晚供兩次 不管什麼時候來吃 你都會吃到最新鮮的牛肉 而且價格也是相當的親民 當然啦 除了牛肉品質一級棒之外 搭配的湯頭 更是這碗湯的靈魂人物 所有的台灣人準備好了嗎 大家準備好了 一 二 三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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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們最喜歡的牛肉湯 對 老闆 我們都是純牛骨下去熬 純牛骨 24小時不停的熬 24個小時不停的熬 對 是 這就是 牛骨 牛骨 24個小時就在熬 對 然後我們會換 牛骨會換 為什麼要換呢 因為它如果你把它熬透了 然後牛骨又沒味道 你還在換去 了解 如果我跟國外比較的話 國外的牛肉湯算是很濃郁 但是你們的看起來 是很清清淡淡的那一種 但是 就是回到真的很特別 是牛骨的樣子 好 如果我幫你煮一碗好了 好 可是在國外我們吃牛肉湯 裡面有牛肉嗎 是啊 但是我們那個 只有純粹的 大骨湯而已 這裡面沒有肉啊 是啊 就在這裡啊 可是它還沒有熟啊 是啊 我現在要煮下去了 但是還是剩的啊 好 等一下就熟了 夾著嗎 是 因為我們把它貼得很薄 所以它是滾燙的 下去就熟了 就是跟火鍋一樣 是 我的天啊 天啊 這實在是超級好吃耶 讓大骨熬成的原味高湯 直接淋在新鮮的牛肉上 利用高湯的溫度來燙熟牛肉 剛好是牛肉最嫩子好吃的七分熟 老闆娘說這樣的做法 除了讓肉好吃之外 因為湯的溫度 會隨時保持肉的最佳狀態 所以吃到最後一口 味道都不會變哦 湯來了 湯來了 老闆娘 謝謝你 你嘗嘗看 這就是台南人的驕傲 當然 牛肉湯 是 我要從湯開始 怎麼樣 很好吃耶 很清甜 是 台灣的時候的清甜就是它 雖然是看起來是很清淡 但是吃起來 它還是會有很新鮮的牛肉的味道 對 朋友們 不在開玩笑 非常非常的好吃 你們用的牛肉 很明顯真的是最新鮮的牛肉 因為最新鮮的牛肉 它有辦法可以這麼的軟 對 午餐這麼大聲 牛肉湯就是最好的寫照 如果今天牛肉不新鮮 用這樣的吃法 保證已經屁股黏在馬桶上 拉到一個不行 老吳 我真的很羨慕你耶 一早就可以享用 這樣美味的早餐 不過當地的台南人 還有另外一種 最道地的吃法 就是結合了醬汁和生薑 趕快幫我鑑定看看啦 那這個呢 這個是果料 通常呢 你可以把它倒進去 快 我以前沒有看過 以前沒有看過這個 這是什麼樣的醬呢 那個是醬油膏 醬油膏 是 這就是你們 在地人的吃法 對 然後呢 然後還要配薑絲 薑絲 我還說會怕 真的嗎 會怕 真的嗎 可是它很好吃耶 OK 你們的吃法真的不一樣耶 是不是很像在吃火鍋 真的是火鍋 OK 這個放進去 然後呢 然後沾一沾 跟著那個薑絲一起吃 OK 你OK嗎 完全OK 我真的很想吃薑 但是薑 薑 薑這個薑油膏 還有這個牛肉真的很搭 但是我在台北 幾乎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湯 為什麼你們在台南有這個湯呢 那是因為 我們的牛肉 都直接從蛋花那裡淋過來了 要煮牛肉湯的話 一定要吃很新鮮冷湯 才可以做這種 因為台南的地利之變 牛肉處理完後 不需花太多的時間 也不用冷凍就可送的啊 老闆娘說 如果是冷凍過後的牛肉 就沒有辦法這樣吃了 而且客人的嘴很厲害 新不新鮮一吃就知道 難怪人家會說 台南是小吃的一級戰場 到台南吃美食 除了燒烤烤的平價天王美食之外 台南人還擁有著 超級便宜的生魚片壽司料理 東氣鐵道好所在下一站 咱們就來吃壽司啦 我們台灣人最喜歡吃什麼呢 當然是海鮮 尤其是日本料理 但是現在進去不進去 日本料理優秀會比較貴 那怎麼辦呢 我們吃不下嗎 沒有問題 在這裡在台南 我要介紹給你們 又好吃 又非常便宜的日本料理店 老闆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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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 現在進去不進去 這裡就是又便宜又好吃 是真的嗎 真的 多便宜呢 一塊一百三 那個一百三是哪一個 對 生魚片 四魚片一百三 有小子的魷魚 但是我要吃的就是 跟台灣一樣 我會喜歡吃那個壽司 好 好 幫我安排 但是我一定要吃 國藝乳 天啊 老吳你也太享受了吧 這間位在一級古蹟旁的 日本料理店 生意好的時候 可是要等上快一個小時才能吃 除了本身料理新鮮又好吃之外 翻開菜單 高達70道菜擺在你眼前 你只需要擔心 有多大的胃可以享用 至於價錢呢 嘿嘿 放心 跟著勾急的老吳吃 絕對親民的啦 愛王客們 洪老闆說 我的美食最好吃 我的美食最便宜 吃真的是這樣子嗎 真的 沒問題 那老闆 我剛剛說 我要吃很多很多古語 你已經幫我準備好了 要用 這一定賣得很好吧 對 那個 每一天大概都賣兩盒 Oh my God 這個好 鮭魚算是 鮭魚算是 每天做北京 每天做北京 對 每天做 從哪裡來呢 從挪威加拿大 從挪威加拿大那邊來 愛王客們 你們現在看這個 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對 哇 很有彈性耶 可以 先吃原味喔 因為我覺得 鮭魚不需要沾槍 因為它自己有一個 很濃度的 這個甜度 非常的香甜 很香甜之外 很肥美 我在台北也常常吃鮭魚 但是這裡 你們看一下 很有厚度 還滿大的耶 老闆 你說 你們這裡的鮭魚是多少錢 一百三 它就是一百三十塊 有這麼多的鮭魚 分布均勻的油脂 一放進嘴巴裡 哇 滿滿的魚油香 就瞬間化開來 天天從產地直飛過來的鮭魚 老闆薄利多消 就是要讓客人吃得開心 又沒有荷包的負擔 無縫 生育片 你就已經吃得心花朵朵開 接下來 老闆的創意料理 再一段出來 你肯定會肥上天 是我們人機 人機網 對 但是我剛剛吃的是鮭魚 現在不要吃 要不然其他的魚 會覺得很難夠 那這個什麼魚呢 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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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像上面你已經加 醬油 還有甜甜的醬油 還有裡面有那個 哇沙比 對 直接這樣子吃 不過 有時候我們吃了一些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出去 它的飯 有時候你知道嗎 很鬆的那一種 但是你的飯還蠻結實 會有點黏 稍微有一點黏性 為什麼呢 因為你夾的時候才不會動 這只是一個重點 你們看 還沒有開始融化啊 台南的融化呢 當然是武鳳的嘴巴裡面 你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老闆 進去我的嘴巴裡面慢慢開始融化 我現在感覺到很好吃的白飯 然後呢 慢慢的品嚐到 唯有的味道 那這兩個都是我以前吃過 我還蠻喜歡的魚 但是這個呢 也不是魚 它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芹菜 芹菜嗎 然後裡面再煮一些花生醬 這個是你們自己創造的 菜夾花生醬 脆脆的甜甜 然後香香 可是 台國外我們吃的時候 我們要用吐司啊 為什麼你們用菜呢 這個這樣吃起來 應該是還蠻差的 誰說花生醬 就一定要搭配吐司 老闆的神來一筆 用芹菜的清爽口感 將花生醬的厚重感減輕 卻又不失花生的香味 卡滋卡滋的 吃完之後 整個胃口又大開了 瞧 老吳吃得如此的開心 我也好想當當老吳的 跟班小助理 一起去談談吃得過癮喔 大家真的很便宜嗎 我一定要問 這裡的客人 你們的客人 當然多了解 好吃 好吃 便宜 真的便宜嗎 便宜啊 妳的最愛是哪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便宜啦 妳這麼喜歡便宜 她多少錢 35 35塊 那妳最喜歡吃哪一個 就洋蔥哥吃魚便 洋蔥哥吃魚便 洋蔥哥吃魚便 妳要吃嗎 有沒有不一樣 有 為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還滿鮮甜的 它不會辣 你要山下面是醬 場面有什麼 醬 什麼醬 醬是在這邊 台南的真的很了解 什麼吃耶 對 哇 我以前在屏東裡面有吃過 類似那這樣子的一個 很純的那個 洋蔥 洋蔥 跟它一樣 跟蘋果那種感覺 就是甜甜的 對 好 無法 都給你吃就好了 不過會吃成這樣 也是情有可原 因為能在富有小吃 一級戰場的台南 獲得如此多的推薦 就表示這家的CP值 有多麼的高 有沒有 有沒有 一家人來吃日本料理 不用擔心預算 不用擔心小孩挑食 不但溫暖全家人的胃 更是溫暖自己的荷包啊 當然秉持著嚴選在地 便宜好美味的精神 還有一家台南人的 超美味便當 更是大火車前 不可錯過的秘食好所在 我要介紹給你們 非常有名的一個便當 來到台南 如果你們不吃的話 真的可以 謝謝你 就是這裡 你們看 超級多人 超級多 你好... 你們有沒有推薦的 有什麼推薦的 沙肉飯 沙肉飯 還有什麼 雞腿 你吃沙肉飯 為什麼 早餐還好吃 早餐很好吃 多少錢 60塊 60塊 還滿便宜 你的呢 65 好吃嗎 不錯 還不錯 常來嗎 所以你們會覺得 這個便當 真的很好吃 是 雞腿65塊 這個是65塊 對 太平洋而已 65塊 但是這個呢 比較像西方人吃的小辣 為什麼這樣呢 老闆 好,雞腿飯 給一個雞腿飯 好 感謝你 除了台南火車站後 一直往前走 就能發現在美食之都 賣得下下腳的便當店 真的不誇張 到了永飯時間 居然還有出動交通館子 因為來買便當的人實在太多了 看看每個店員的手都聽不下來 不只是人在排隊 就連便當也在排隊 請 老闆 你們就雞腿飯 老闆,謝謝 來,還有湯 還有沙拉 老闆,你告訴我嗎 我剛剛沒有點沙拉跟湯 我就說 雞腿便當而已啊 我們雞腿便當 互沙拉跟互沙拉 這樣是一個套 這樣是一個套 對 我跟你學一個新的字 台灣人說套 套 我喜歡 就這個是一個套套 對...一個套餐 那六十... 雞腿六十五塊 這個是六十五塊 對 台瓶六十五塊 但是我到現在才 已經吃過很多不同的便當 都很好吃 但是他們到我們提供的食物 他們到我們提供的菜就是 就比較... 比較熟的菜 對...比較台式的 但是這個呢 比較像西方而吃的小辣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當初在開這家店的時候 那時候不會炒菜 那就只好說 用沙拉來取代這樣 不錯耶,就是 其實台灣人的料理 剛好在旁邊的是 西方人的沙拉 對... 這個總系合併的便當 太讓我意外了 老闆口中 雖然說是因為不會炒菜 才會這樣搭配 其實另一方面 也是要讓客人吃得更健康 用這樣清爽的味道來開胃 讓你可以好好享用 好吃的便當 老闆 其實在我的國家那邊 也有雞腿很好吃 但是我們那邊的人 不會加芝麻 為什麼你們這裡有芝麻呢 那芝麻咬的時候 它會比較香 它跟雞肉有一個結合的味道 是嗎 你可以吃看看 我覺得加芝麻 加芝麻 只是它的滋味比較好 它的味道會比較好 真的...很好 我到現在的車子就是炸的 烤的 就是怎樣 烤的... 烤的比較配空 而且它沒有把雞肉本身 跟多餘的油脂給逼出來 真的 吃得更健康 老闆 我覺得 只要這個 那個只要燒了六十塊 太便宜了 好 火力多香 火力多香 我喜歡台灣的這個感覺 因為雖然全世界的經濟不好 但是台灣人還是在台灣 可以享受六十五塊的便當 鹽到五味的雞腿 經過熄火的紅烤 將所有醬汁的美味收在裡面 雞腿的部分 亂硬持重 難怪會好吃到要主動交通關置 這家燒肉店的生意也太火紅了吧 用餐時間一到 簡直跟那什麼水果手機排隊 預購是一樣轟動 還好不用測驗排隊啦 嚴選的台南好所在吃完了 接下來我們搭著火車 進攻以客產出名的台中 這裡隨便一家伴手禮 都可以打掛一堆外國人的甜點 等一下 來台中就下來吃這個 來到台中一定要吃這個 對啊 但是Peko 要吃哪一個 因為我現在看的就是 很多很多Cookie 這不是Cookie 這是煎餅 外國人的Cookie 就是算是比較硬硬的那一種 但是這個也是 看起來很硬 但是進去你的嘴巴裡面 很脆的 對 我可以吃很多耶 老闆 你好 我剛剛吃的就是一塊一塊一塊 現在要吃的就是完整的 完整的 你們注意看喔 這就是台灣的非常特別的煎餅 一二三 跟國外的不一樣 老闆 有沒有聽到很脆的聲音 真的 這樣子 真的非常好吃 別問國外的更好吃的原因 就是因為裡面的奶油 對 這個小碗煎餅 這個都沒有餐廳 裡面完全沒有水嗎 難怪這麼的好吃 完全真材實料 做出最濃醇香的口感 這就是最強的伴手禮煎餅 火紅的程度 就連我們的攝影師出外景經過 一定要來買上一盒才該願 來台中不吃煎餅會堆青瓜 每次到下一站山上煮的魚丸湯 絕對會哭到死 海邊抓的濕沐魚 帶到台中山上做成魚丸湯 你看看有哪個國家 比台灣人還有哏的啊 我覺得你搞錯地方了 這裡是餐區 但是你賣的就是 魚肉丸 我自己講 我在山上賣這個海產才厲害 不可能 好 我跟你講 我的魚丸有多少吃 你想想的 這麼的好吃嗎 吃看看 來 這是全台灣最好吃的 全台灣 全國最好吃的 全國最好吃的 對 你真的很有自信耶 是 這邊 不是臭屁的啦 你試試看就講的 感覺 這樣子嗎 這不是一點點 是多一點點 再一次 再一次 真的是意大利人 那要騙你們呢 觀眾朋友們 OK I don't cheat OK Are you ready OK 好 OK 我以前以為 我以前以為 不奇怪 但是賣魚丸呢 你看怪不怪 一碗魚丸湯 只賣你十塊 讓大家不爬山 也要來先吃為快 這家位在大坑登山口附近的 魚丸店 人稱魚丸北的胡老丸 在高雄學會做魚丸之後 跳脫刻板印象 決定在大坑山區開店 結果這可是造成一股轟動啊 我非常喜歡台灣吃飯的方式 你現在看 我們在你的家鄉 對啊 就是這個路邊 沒錯 完全沒有什麼錯誤 但是我們吃的美食都是非常好吃 對 還有老闆在這邊 老闆 老闆你好 你好 你看 還有我們在這裡拍節目 這就是我覺得一個非常不一樣的 快樂的方式 對啊 真的啊 台灣越來越好玩耶 很隨興 非常非常隨興 對啊 你看一次做著 非常好 不會吃美食 真的 好吃的美食 有時候就長生在不起眼的路邊 不虛鋪張 就可以感受到老闆對於美食的堅持 也讓吃完的客人 還要多帶個四五代回家 這碗山上用濃濃人情味 做成的魚丸湯 下次來到這裡 也別忘了喝一碗 接下來下一站 驚天地氣鬼神的超級搖烤披薩 即將要登場啦 我現在帶你來 你們老闆最喜歡吃的東西 老闆最喜歡吃的東西 沒錯 Oh my God 搖烤的披薩 我看我們那邊有一個搖烤 真是傳統的披薩 對啊 我們老闆最喜歡的 所以我會帶你來這邊 那我趕快來點 老闆喔 觀眾喔 我們兩個人喔 我們要不要擔包呢 擔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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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薩都耶 我都買得到的 你聽不聽說 要比較大的 要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好 十二歲 這樣子 OK啊 最推薦的是哪一個 焦糖 最推薦的我們現在賣的最老 是白酒海鮮 白酒海鮮 對 我要那個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幫你做一個 OK 我在這裡看你喔 好 你這個拿來喔 好 慢慢來再翻來壓一下 你們的風不一樣 這度來什麼 你都比較有感覺 他也 他是義大利來的 所以 跟我一樣 對 阿董 他也是阿董 阿董 阿董 不錯 好了 但是我在看一些紀錄片 阿王客人 你們一定記得 義大利的 這樣 你會不會 一點點 可以… 示範一下 好 那我們可以 你們沒有這個的話 我覺得不行 還是有那個軟性 這樣可以嗎 這不是一點點 是多一點點 這一次… 哇賽 真的是義大利的 我可以再一個 3次夠了嗎 夠了 我覺得也要吃吃 加什麼 可以 好 這樣 等一下 1 2 好棒 可以…可以接這一個 對… 老吳 看不出來你還蠻用兩下子的嘛 不只你厲害 老闆也是相當了得 與一位義大利廚師 一起開創了這家手工搖烤披薩 堅持每一片都要經過自己的手 將這份義式風味帶給顧客 那我 那你做的那份披薩 風味該不會變成土耳其口味了吧 這就是我做的披薩 誰要吃呢 誰大哥 不要嗎 我知道你真的吃飽了 那我現在這裡看到很多外國朋友 請他們吃好不好 你好 這是披薩 我剛才做的披薩 但是我現在要問你們 中文 是可以的嗎 價值很好 我可以跟你們講過嗎 好 我以前都沒有做過披薩 好 它是我做的第一次披薩 第一次 第一次 我現在要請你們吃 如果你們真的不喜歡 就說你沒有吃 不好吃 不好吃 但是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你可以跟我們的觀眾說 這個好吃好不好 好 那要騙你們呢 觀眾朋友們 OK 你準備好了嗎 好 不要攻擊 請享受 你覺得我們有機會嗎 你不小心我 有一點怕 你不小心說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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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你喜歡我的披薩 真的嗎 Abi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 OK 感覺你的披薩非常好吃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假的 老吳你要出師了 拿叉裡的披薩都要靠邊站了 對不起 我誇張了一點 但是會這麼好吃的關鍵 除了新鮮的食材 嚴選的起司之外 就數搖烤 才有辦法凸顯的炭香味 沒有好技術 可是會烤失敗的 看來 老闆一天賣上200片的實力 可不是蓋的 外國人最喜歡吃什麼 披薩 披薩就是我們的辣 我們的最愛 我們的主食 是 老闆 你今天幫我準備好的 就是一個海鮮披薩 是 不過你們的海鮮披薩裡面的 裡面的食材也太多了吧 有 誰啊 蛤蜊 這是什麼 不是 中捲 中捲 對 好豐富 老闆 你真的是意大利人嗎 不是 我是台灣人 我不小心你 因為我覺得你的感覺就是意大利人 哇 我給你們看 飽飽的披薩 尤其日本蛤蜊的披薩很厚 但是好吃的披薩一定要飽飽的披薩 對 老闆不好意思 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聊天 你去過意大利嗎 我去過 我也去過 我要講意大利話跟大家說 披薩非常好 冬季出遊 就是要來口燙燙燙的現烤披薩 才過癮啊 一點都不怕行家老饕來挑戰的老闆 不僅添加小麥粉增加披薩皮口感 連香草都是自己栽種的 從滿滿配料 吃到層層餅皮 哇塞 比出國還值得 當然 冬季嚴選旅遊典裡有豐富美食 更要用一萬場景來搭配 這才是完美啦 愛玩客們 你們現在知道我講什麼對不對 大家記得吧 在台灣最紅的電影是什麼呢 當然是彩的歌吧來 票房是八億耶 好多好多錢啊 那那個年齡 其中一幾天就是在這裡 無色無色 慢點慢點 現在不是要來出草啦 這一處冬季嚴選的景點 可是創造了八億票房的電影場景 位於苗栗南莊的神仙谷 是近來少數比我們小鳳鳳還紅的新景點 因為壯闊的自然景觀 讓大導演想走到這裡 但你可能有所不知 生鮮湖背後還有一段故事啊 這裡才漂亮 居然才廟裡有這麼漂亮的一個美景 而且非常的自然 非常非常自然 又漂亮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 這個地方以前也是很有名嗎 還是觀光客很多人會來這裡玩嗎 很多以前就很有名 不過以前沒有那麼好的設施 其實這裡這個地方叫做 以前叫做死亡谷 死亡谷 死亡的死亡 死亡的死亡 死亡谷為什麼那麼可怕 因為以前這個步道吊橋都沒有 全部都現在看到的 全部都是新蓋的 對 新蓋的 而且以前走那個小路不跌倒 有時候遊客到河邊玩 去烤肉 好危險 烤肉然後就不小心滑倒就 只有滑滴就下去 超可怕 就死掉了 大自然的鬼斧神宮 在苗栗山區 雕刻出了一個壯麗的瀑布 吸引了許多人 前來亦虧他的美麗 要不是法愛哥 對這裡如此的了解 我們還不知道 這裡原來有一段 這麼令人鼻酸的故事 好在現在有了這些步道 及吊橋 讓遊客可以安全地享受 這大自然的美麗 因為這裡很漂亮 所以有很多人來玩 所以到最後就做了這個步道 剛剛好 還有吊橋 這個非常好 對 現在變成非常漂亮 又沒有人意外死亡 不會 所以就變成神仙谷了 所以現在假設神仙谷 對 原來是這樣好漂亮 所以也是很緊緻的 這裡這裡的水可以養尊魚 尋龍魚 什麼都會 這裡水非常乾淨 那些魚要在很乾淨的地方 才能夠活 那你說 塞德克巴來的地 在那邊 在哪裡拍 在那邊 那個莫拉魯道就準備跑來跑去 我已經迫不及待 想要電影票房季度的場景了 全都在這裡拍的 對 他就是跟不可能 在那邊打散啊 跟上啊 沒錯 就是這個場景 來到這裡 彷彿就好像自己演示在電影裡一樣 跟著莫拉魯道 一起並肩作戰 看著大螢幕裡面的場景 就在自己的眼前 那種感動啊 只有來到這裡 才能親自體會 奇怪 我說老跑去哪了 該不會被出草了吧 不好意思 我剛剛沒有發現 我們神仙谷在拍 因為我看到這裡 覺得非常非常好玩 我一點點投入那個 塞德克巴來的電影 的那個畫面裡面 當然啊 我以前以為 塞德克巴來的電影 就是在山裡面拍的 但是啊 我發現了 來到這裡之後看到了 其實啊 他們拍的電影 就是離島馬路 大概五分鐘而已啊 還有這裡有一個不到 這裡有很多瀑布 非常非常漂亮的大事 如果啊 你們一樣跟我一樣 來到這裡玩的話 不要忘記哦 這裡玩可以 好了 好了 老吳啊 人家在這裡可是上演著 一場很重要的 生死存亡大戰 你怎麼演成泰山啊 不過 吳鳳說到一個重點 這裡離馬路非常的近 放輕鬆散個步 就可以讓你走進 電影的大螢幕裡囉 來到南庄神仙谷 不僅風情好優 更滿足自己偷偷當一下 電影主角的FU 一趟旅遊充滿了趣味 難怪國外雜誌 都評選台灣為冬季 最適合旅遊的好所在 尤其是跟鐵路有關的旅遊點 更是熱門 你瞧 來到苗栗白沙屯 還可以在火車車廂裡 吃飯睡覺咧 站站 我現在看旁邊 這邊 這裡沒有火吃這樣呢 但是這裡有一個站站 還有這裡有火吃 為什麼這樣呢 有一點奇怪 這是當餐廳 這是餐廳嗎 對耶 為什麼這樣 我以前在鐵路局上班 然後我退休回來 把火車買回來 那邊是民宿 火車的旅館 把裡面的椅子通通拆掉 裝潢為房間這樣 很有權利 我喜歡這個 謝謝 一邊可以吃飯 一邊可以住在裡面 對 很貴嗎 還OK啦 還OK 運費比較貴 運費一定很貴 但是我現在看你們這裡的環境 非常好 空氣也很好 剛好在海邊 對 我喜歡 那你們這裡有沒有便當 有 我們有車上有便當 但是我只有吃的是台鐵的便當 有台鐵便當 對啊 我們就是做台鐵的便當 是嗎 老闆退休之後 因為對於鐵道文化 還有著一份特殊情感 所以選在巴沙豚車站旁邊 開設了火車子鄉餐廳 當初不需成本的炸下運費 現在這裡開店是有原因的 除了本身主打 原汁原味的鐵路便當之外 還有另一個 吸引中國客人 賞門的獨家限定 真的是跟以前的火車一樣 對 也是卡卡的 對 我來的 好 以前就是這樣子嗎 對 卡卡的 對 火車就是這樣 這是真的 原來的就是這樣 都沒有改變 好特別 我現在進去這個環境裡面 會覺得 這個是 可以感覺到以前的台灣 這個桌子也是啊 這時候桌子是什麼 這個是枕木 可是以前是什麼 是在軌道 軌道用的枕木 我知道 軌道 軌道上面有那個木頭 對… 那個木頭現在編成這裡的桌子 對…這是這個木頭 對 我把它改做桌子 哇塞 老了這麼多 長長 我真的很好奇啊 現在這個桌子像是幾歲了 這個是1945年做的 大概是六十幾歲 快七十歲 快七十歲 跟我外外一樣 對 快七十歲 這個什麼時候退休了 它是二十年間就報復 就是二十年以前 已經開始沒有用了 沒有用了 你買起來 放在這裡 變成餐廳 對… 改成餐廳 你們看一下 那麼用心的一個老闆 在這裡給我們 給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那麼好 現在我知道 很多觀眾開始哭了 因為現在他們看到 台灣的過去啊 台灣的歷史啊 餐廳從蟒子故障鐵道風味 老闆的用心 就是要讓來這裡用餐的客人 就好像早起 在此鄉用餐一樣的感覺 哇 我現在聽見 好吃奇迪的聲音耶 老闆我都被咬了 漂亮 對…這個是菜 看起來很健康 很有味道 底下有飯啊 沒有飯啊 要在底下 還有一層 沒有飯啊 你看 台灣真的都鞭我沒有飯 這個可以拿上來 你意思嗎 對… 這個是 飯跟煮菜 對 為什麼都是這樣子呢 對 它以前傳統的便當就是這樣 老闆剛剛聽不懂 但是現在才知道 以前呢 以前台灣的傳統的便當 就是這樣子 對 下面就是滿滿的菜 對 很好吃很香很健康 然後呢把它的 開始 這樣子對不對 對…拿起來 拿起來 好好吃的 對 下面是飯跟煮菜 我很喜歡吃雞腿 好像是在吃魚肉的感覺 軟軟的 對… 那味道啊 以前也是這樣子嗎 對 對 這比較傳統 以前就是叫營爐 對 很好 如果非常好 非常好吃很嫩 對 我非常喜歡你們這個環境 你看一下 可以感到可以欣賞 對 西洋 這邊可以看一下 就是美麗的台灣 台灣的海岸 好漂亮 這是我們台灣海峽最漂亮的 望著大海 配著古早味便當 你只要搭火車 搭到白沙屯車站 就可以享受愜意的生活之味 誰說台灣人不幸福的啊 鐵路便當 繼續吃透透 咱們鐵路一路向北 來到新北市鷹哥 這裡可是又印上半個 超美味排骨啊 你們剛剛在裡面吃飯了吧 對 吃飽了嗎 吃飽了 那裡面有什麼好吃的 可以推薦一下 排骨飯 排骨飯 還有嗎 還有 排骨飯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排骨飯 排骨飯了 很好吃 好吃 我可以進去看一下 台灣客們 我現在跟台灣人一樣 排隊 在這裡排隊 很漂亮的地方 你那個時候 正在等著進來 外送的訂單 也是一張接著一張 就知道這家古早味的餐廳 有多麼的夯了 一碗看似平凡的排骨飯 就是讓許多人擠爆這家店的原因 無縫 我已經等不及 要知道有多美味了 愛馬客們 你們知道最幸福的主持人是誰嗎 當然是要吃美食的主持人 老闆 我聽說這裡的很多客人 來這裡的原因就是這個 對 就是一個正常的排骨嗎 對 看起來正常 看起來正常 但是吃起來呢 不正常 不正常 因為太好吃 太好吃 你太誇張吧 我相信你 試試看 對 老闆 你們的肉好紮實耶 非常紮實 還有小麵的滷味 已經進去肉裡面了 在外面我們吃的時候 小麵 肉的小麵 是分 很多很多很多分 但是這裡的分 你看 不多吧 很好吃 看一下 好吃 那小麵呢 比較傳統的配菜 這個老闆真的很了解排骨飯 你們看 台灣人 很喜歡吃豬筍 豬筍配排骨 然後呢還有 還有滷蛋 你們看一下 這個陶食也是 以前台灣的用法 因為我們在外面吃的時候 他們到盆街我們是裁判 就是平平的那一種 但是這裡是很古代的用法 英哥在地的玩 我可以說 這是很傳統的台灣食物 很傳統的 對 沒錯 一邊吃 一邊 像台灣一樣 這樣子 老吳 小心別噎到啦 老闆說 他們的排骨 是嚴選溫體的黑毛豬 醃上一天之後 再輕輕地拍打 為了是讓肉質更軟 下油鍋炸的時間 也要拿捏得好 才能將肉汁完全鎖在裡面 也因如此 排骨咬起來是外酥內軟 咬下去 肉汁完全在嘴裡噴發 為什麼水都要流下來呢 老闆 這這個 我喜歡要提愛跟台灣一樣 可以配哪一種湯呢 湯啊 我們有一個 這個湯是最有名的湯 什麼湯 這是蒜頭去煮辣 辣 沒辣 我要喝喝的 也有蒜頭 台灣人那麼喜歡吃蒜頭吧 還滿甜的啊 還滿甜的啊 甜甜啊 因為辣耳甜 辣耳的味道已經在湯裡面吧 對 I want come again 你們看 跟台北市一樣很擠啊 你們看很擠 全部都是辣耳 多少錢 四十塊 四十塊還便宜 四十 這個八十 一百二 再加一個飲料 差不多一百五 差不多 就吃飽了啊 非常驚喜 我喜歡這個 對 很多醫生說 雙頭對人生非常非常好 所以要吃多一點 美味的餐點 有著大碗工的份量 讓人吃得相當飽足 經過國際認證的台灣西部之旅 不但有高鐵台鐵雙加持的交通方式 還有便宜又好吃的在地美食 輕鬆到達 又壯闊美麗的億萬電影場景 玩在台灣 吃在台灣 真的是一件超級開心的事 看過那麼多愛玩客嚴選的好料行程 是不是也該來一趟冬季旅遊啦